LAYO聊四季 天天都更新 大家好我是LAYO 今天要來看印加人對上希希藝人 這場比賽是TCA冠軍邀請勝的阿拉伯地圖 阿拉伯地圖是我們俗稱的殘酷地圖 阿拉伯的地圖算是平斷一個人的硬實力的重要地圖 最主要是因為阿拉伯這樣地圖的平衡性相當的好 就是不會說就是很固定喔 可以讓你練到非常多的一個判斷影響力 但是這個是不包含海戰的部分 好 那麼回到比賽中 那印加人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軍事單位是有這個食物消耗的捷面的 不管你要釋出頭絲綢 槍隊長還有這個老鷹 或是戰毛兵都有這個食物上的捷面 那這個捷面幅度跟哥德人是有得比的 而且他是所有的單位都有 哥德還是只有步兵才有 所以印加人呢 也是被評比為阿拉伯 這個阿拉伯S級的文明 非常強大的 MAP在這次比賽中 居然選到印加人讓我有點意外 好 那印加人呢 這個文明特色呢 主要是打一個步兵跟弓兵為主 主要因為他是南美洲文明的關係 所以導致他沒有馬舊單位 但是其實你也是可以用他的僧侶 去招降對方的修道院 然後產出自己的奇兵 這就是有點多此一舉啦 因為你的老鷹其實造價更便宜 而且他也沒有馬砍也沒有品種 所以你去招降對方的馬舊去出馬的話 其實有點多此一舉 那印加人的後期呢 主要是打這個強弩為主 還有投石手 還有這個槍隊長 都是比較一個常見的出兵選擇 那由於他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後期如果出攻城氣的話 要稍微注意一點 對方的這個火器單位 是比較難處理一點的 好 接下來來看一下西西蟻人 那西西蟻人呢 最大的特色呢 是他的騎兵呢 有這個鎖指甲 而且陸地單位呢 有傷害解免的 效果 不管你是要出奴兵啊 或者出這個 騎士喔 遇到對方的毛兵 或者是疾兵的部分 都會非常的好用 因為你被受到額外傷害的傷害變得很低喔 你就可以無腦出騎士 一直爆 非常好用 再來就是他的銀罐技術 有這個第一次植制軍東征 可以讓他的梅座城鎮中心 產出五隻薩金特衛兵 可以補足在他生帝龍時代的中期 那個兵力空虛的問題 那我覺得西西蟻人玩起來 還算是比較偏馬無的部分 步兵的話也是能打 但他的步兵部分的話是 高遠防跟近遠防的單位喔 其實戰力來說沒有到非常強大 但是 還是算是精銳步兵啦 跟哥德比起來的話 因為他也不算是量產型步兵喔 他算是精銳型步兵 OK 好接下來我們要來看一下兩邊的地圖 那兩邊的地圖呢 是右邊喔 伐木場 這個地方其實還不錯 但這個地方會有點難為喔 可能就是小微一下 因為前期的部分 我們是不能大微的 只能稍微小微一下 那如果你一開始大微的話 就很容易讓對方 提導出自己的刺猴 還有自己的工兵喔 去做前線騷擾的部分 所以我會一律建議喔 像他們這樣子喔 一律小微 好 對自己的升級來說 會有一定的幫助 OK 這裡下馬就 麥克風這邊看到了 目前看到Minchester這張地圖 其實有點慘阿 這個右邊不太好 要圍過來需要花一段時間 前期的漏洞會很多 還是要注重於採機墊的防守 OK 那我們現在看到兩邊都已經升到了 封建十代 可以把這個聲音調小聲一點 OK 那西西里人這邊的一級農點下了 只要點下之後 他的農田喔 會基本上是翻倍成長 這個農田肉量是非常非常多的 而且沒點火科技呢 他的這個村民喔 食物攜帶量會多加一喔 所以我覺得西西里跟波蘭有點相似之處喔 就是在於他這個肉量 獲取量其實還蠻多的 雖然沒有像波蘭這麼快 但至少他的農田科技 可以讓他增備的關係 所以你的木材喔 伐木工可以不需要這麼多 然後又可以維持你的農田的運轉效率喔 好那麥克風這邊刺頭被壓著打 原因是因為刺頭到了封建時代變成五弓 因刺頭只有四弓 所以現在這個階段會被壓制住喔 而且跑速上也會被追著打 所以Minchester這邊出肉碼開局 算是一個不錯的組合 但VIPER這邊反應也是相當迅速 馬上按出了三隻槍兵 唉唷 這邊還戳到了一下 呵呵 好三隻刺頭準備要來騷擾VIPER VIPER這邊的槍兵配置組成 前面直接一戳戳死了一隻肉碼 哇 這隻槍兵很關鍵喔 戳掉一隻肉碼 讓VIPER的壓力減少了很多 這邊只有兩隻肉碼 情況下是沒辦法支持他繼續強壓的 因為兩隻肉碼的傷害力很低喔 你可以用一些村民直接反手一個圍打 反手攻擊 反殺這個刺齁 就可以讓自己的村民活下來 兩隻的話壓力就非常非常小 這邊果然還是有繼續補刺齁 因為兩隻是沒有任何感覺的 右邊這邊眼睛圍好 左邊這邊圍到底 OK 那這個時候就可以圍到底了 主要是因為你有出兵喔 對方也會要出兵跟你做防守 那Manchester這邊是 圍起來就這樣子 就算是好圍的 那VIPER這邊反而是 比Manchester更難圍一點的 這邊可能要這樣子圍過來 然後再這樣子圍過來一點 正面這樣子圍齁 其實就差不多了 左邊的部分要稍微圍久一點 有點廣闊喔 不然就這邊圍下來就好了 那我覺得自己喔 最近在重回天梯喔 發現天梯的實力的人喔 真的是越來越強 以前大概1700、1800的人喔 現在都變1500、1400了 所以打起來有點吃力了 那我發現大家的P數 越打越誇張 現在都打一個什麼 16、17、18P的 那個P數越來越短 那個封建大家打快攻的頻率喔 是非常高的 所以我覺得封建時代喔 我們還是要來好好的 呃來看一下 這個到底封建時代 怎麼打出這些優勢跟劣勢的喔 那對於自己在爬奔阿 或者是在練習的時候 會有一定的幫助喔 好那我們這邊看到 VIPER這邊直接圍一個城門 然後搜出 用箭矢射掉了刺口的一些血量 哇還射死了一隻刺口 非常賺 明確實在這邊有點虧喔 投資了這麼多的肉碼 反而沒有打出任何東西 讓VIPER這邊輕鬆上到了城堡時代 這邊支援只差一點點 待會再大概三四秒左右 就可以點城堡 好槍兵再過來防守 家裡支援點其實都沒有圍 但我覺得明確實在應該是不會上來硬戳的 因為這邊硬戳的話 他可能會被槍兵追上 然後讓自己打出這個槍兵 赤頭上的烈士喔 槍兵帝直接被擊火點掉 這邊補下了更多刺口 這邊稍微微一下 但VIPER完全無動於衷 完全不怕他上來硬打 但下面有稍微微一下 刺口反手打了一下英刺口 這邊點下了城堡士彈 明確實這邊還不錯 有點下輪走 經濟上來說會不錯 但實彈落後可能會讓明確實這邊有點危險 所以這邊不可以把這個刺口送掉 你只要一送掉的話 VIPER就可以不用擔心家裡的問題 一直把兵往西西里家裡送 由於是印加人的關係 所以這邊打均勻開局 我覺得是最適合的 打這個老陰暴 這邊果然是補均勻 這次後有點危險 VIPER有拉 但是對方明確實卡位卡得很成功 直接收掉了VIPER的一隻村民 哇 手殺 居然是明確實這邊打到的 這筆補均勻 待會應該稍打老陰 那印加或是阿茲阿瑪雅 其實都很適合打這個老陰暴的 那我覺得最適合的話 可能是這個阿茲特克人 因為阿茲特克人的均勻 還有這個工作效率的加成 所以暴老陰速度會更快一點 因為老陰在以前的版本是照得很快 所以到了決定版的時候 他的造價時間 變成拉長 一直好像要30秒 非常久的時間 所以你要量產他 其實不太容易了 因為以前太容易量產 很容易什麼封建打老陰 或是城堡時代老陰暴 直接就壓死對方一波了 那現在改長這個延長時間的話 讓老陰的數量 不會堆疊得起來這麼誇張的數量 那VIPER這邊第一時間 補下了一個城堂中心 還有二級伐木 好 均勻有繼續幹 那老陰的一個優點 就是肉量需求量很少 比騎士更容易能出得出來 好 這邊槍兵繼續追逐 赤猴死的越來越多 哇 這個VIPER到底怎麼控兵啊 這個繞一繞去他都不怕 槍兵就一直追 好 那這邊補下了兩個均勻之後 開始閃出了自己的鷹赤猴 那這裡補一個修道院 那鷹赤猴這個單位呢 升到了城堡時代之後 會自己變身喔 變成7加1喔 7攻啊 4攻變7攻 直接加3攻喔 其實蠻多的 那鷹赤猴呢 也是南美洲文明的 騎士單位的代表 但是他的這個單位呢 是沒有近戰防禦的 所以是很害怕對方的騎士 但是他有個優點喔 是他可以抗招響的 可以抵抗對方的僧侶 可以招響鷹刺頭的 而且他對僧侶呢 有外增傷的關係喔 所以也可以很好的 去處理對方的僧侶 所以西西里這邊要處理 老鷹的最快的方法 就是出這個薩金特衛兵 或者是騎士 那騎士是首選喔 因為薩奇特衛兵是追不到老鷹的 所以如果你想要主動權的話 就還是要出騎士為主 那鷹家這邊的應對方式 就很簡單 就直接出老鷹 然後配上僧侶或槍兵就可以了 那我是覺得搭配僧侶是最佳適合的 老鷹配僧侶 因為這個組合呢 是你擁有主動權喔 也有防守能力的 而且槍兵的話 是很容易追不到對方的 直接戳掉 厲害了 這邊拉了一些兵出來蓋城市中心 3TC直接開農 下了護衛技術 增加了護兵的移動速度 這邊想要做個包操 收掉Viper的生鋁 但生鋁一直在處於安全的區域 哇 這邊可能要直接硬上了 老鷹第一時間衝過來 但右邊這一隻 輕騎兵沒人顧 唉唷 結果直接讓 Viper招到了一隻輕騎兵 雖然最後這一隻 輕騎兵還是收掉了Viper的一隻生鋁 但至少自己的損傷 本來應該是要死兩隻生鋁的 變成死一隻 這個 招響RNG還是有點猛 好 那硬家人這邊繼續挖黃金的話 就可以繼續量產自己的老鷹 配上生鋁 那Viper這邊有點斷金喔 最主要是因為他開了3TC 需要大量的木頭跟食物 去做3TC的運轉 所以他這邊需要經濟調整一下 這個時期是Viper最危險的時候 應該說兵力最空虛的時候 這個老鷹怎麼直接收進去 白鷹一定覺得很奇怪 欸 我的老鷹怎麼不見了 哈哈 放出來 他一定WTF 我的老鷹呢 好 結果這邊稍微微一下 還是讓對方稍微衝進來一下 好 勝率出來 那CC抗勝率還有一個很好的方法 就是點一下這個 第一次死之軍中針 讓自己的所有單位 都有抗招響的能力 所以我覺得CC也很適合 大家玩馬國的一個文明選擇 除了法蘭克以外 CC裡還有波蘭啊 伯恩蒂 這些文明都是一個 我覺得蠻厲害的馬國 還有這個匈奴 匈奴其實也蠻強的 但是匈奴會搶的原因是因為他不用蓋房子 省下很多木頭 經濟其實蠻好 但匈奴的話就不太推薦了 因為如果新手去玩的話 很容易忘記蓋房子 大家還是要養成這個蓋房子的習慣 這邊補下第三個軍營 這裡補下重裝長槍兵跟板甲技術 白鷹這邊防守勢打得很好 基本上自己沒有損傷太多 只死個一兩村還能接射 這邊牧場稍微來騷擾一下 Rinchester這邊 村民術稍微落後了一些些 白鷹這邊也不疾不徐 慢慢點下了自己的重裝長槍兵 升級完之後可能會再繼續農下 要不要再開出第四個城市中心呢 我是覺得沒必要就是啊 最近我有發現 這個天梯上的生態 其實大概是比較處於3TC開農 然後點地龍時代之後再補下第四個城市中心 這個流程 這個流程的優點 就是你可以更快升到地龍時代 跟對方 互相投這個劇情投石機的投石 那也不會讓自己的時代落後 那大約都在七八十匹的時候 或是八九十匹的時候升到這個地龍時代 那職業賽來說好像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那我覺得職業賽打得更厲害 你可以看到他這邊MIPER其實沒有圍死喔 稍微小圍一下 大部分時間點還是用自己的單位去追逐對手 好 好 面確實的這邊再來一次強勢騎兵前壓 但是這邊騎騎兵想要打死老頭 已經被SOLO進去 好 那希希這邊點下了一級馬鎧 這邊馬鎧比較晚補 你看這邊先點攻擊力喔 因為他知道 對方進戰單位互打的時候 攻擊力是首選 那這邊點一攻還有個好處喔 打村民只要四項 所以在燒的時候點一攻是大於一防 那有防禦的話也是比較能抵抗對方的城鎮中心喔 那由於VIPER是打防守勢的關係 所以他目前是不太需要擔心防禦的問題 而且也沒攻兵 畢竟被槍兵戳到還是很痛 好 直接來一個前置壓寶 那希希人呢 蓋城堡有50%的建築效率加成 所以VIPER這邊要蓋贏對方 其實有點困難喔 這根城堡很有機會被蓋起來 而且VIPER的兵量其實不夠多 其實會被壓制得住 對方的希希其實數量太多了 老鷹這時候也沒點二攻 點下了二級板甲 那這裡點二級板甲 最主要原因是因為 要讓重裝長槍兵的防禦 再更高一點 因為槍兵本來對騎士 就有外傷害加成了 只要能存活率夠高的話 就可以補齊這個槍兵的輸出問題 所以如果你是打守勢的情況下 就要先點反規了 目前看到印加人這邊是點下了一棟城堡 這棟城堡是守在自己城中心的位置 但這個只是守門門面 這邊可能覺得 明切斯特這邊可能快要上到帝王時代了 iPhone這邊可能會稍微斷兵一下 然後趕快繼續3TC運轉 轉出更多的兵 這時候不會去按兵了 會存資源上帝王時代 然後趕快去點巨型投資機出來 拆掉這座城堡 明切斯特這邊雖然村民落後 但是支援量是已經接近到了帝王時代了 他這邊可以考慮賣石頭 然後賣木頭 直接硬點 但這裡也沒有這樣做卷擇 而是慢慢的 挖他支援上去 這樣感覺不太好吧 還是要賣一下吧 OK賣掉了一堆木頭 沒有賣石頭 賣了木頭 這邊不賣支援的話 他這樣子就沒有意義了 這根城堡 他這根城堡就是要讓自己 更快升到帝王時代 開始拆除巨頭 讓對方跟自己對保 然後這邊就可以做個牽制 自己的騎士就可以去打遊擊戰了 打麥克這邊也是來的隻老鷹 去打遊擊戰 哇靠這邊有個洞沒有補起來 直接入了一波老鷹進去 明確是得家裡一隻騎士都沒有 只有青騎兵在這邊 完蛋了 這一波進去可能會有點小小受傷 這邊有隻勝率直接被抓掉 OK來看一下家裡的騷擾 這一波騷擾 還好一村都還沒有死 現在明確是得村民被擊殺的數量還是0 由於點下了惡防的關係 鷹刺猴被承認中心射下只有一滴血 坦度非常十足 但是箭矢數量夠多 還是能擊殺掉鷹刺猴的 後方又蓋了一棟城堡 這邊明確是得想要把MIP給圍死 這一波圍死給VIP有點壓力了 那時代上也是明確是得這邊有點優勢 那VIP這邊可能要急需一個新的石頭礦點 因為他可能要再補一棟城堡 才能...OK這裡補了 為什麼要補城堡 最主要是因為對方已經兩棟城堡了 產巨型頭司機速度會非常快 所以他這邊硬買了一堆石頭 直接再蓋一棟城堡 大概花得快要五六百金了吧 哇...有點貴喔 城堡的炸價 其實在城堡時代是蠻貴的 我記得買一個都要一百七左右 這個價格不便宜 直接買了五次 硬點上去了 那石頭這邊還在繼續挖 白牌這邊點下了一擊射 那待會硬家人要打的東西 有兩個選擇 一個是槍隊長 另外一個是強奴 那強奴的部分的話要小心對方 西西里的手指甲騎士喔 所以強奴的部分可能不會出來 強奴的部分可能不會出來 強奴或是急兵可能會先出來 會比較好一點 但強奴遇到薩金特衛兵的話 可能還要思考一下要不要轉兵喔 強奴還好 那急兵的話是一定要轉 強奴的話可以稍微靠著自己的圍操 用那個一格的攻擊喔 去做一些操作 還是稍微能打 好 目前看到硬家人 VIPER這邊是打了一個 板甲的升級 復兵板甲已經點下 巨型頭司機已經開始在投擲 好 點下了增兵技術 這個增兵技術補下之後呢 待會VIPER出兵就會很快 Mintrest這邊是決定三巨頭開丟 好 兩邊都是巨型頭司機 護砸對方城堡 好 騎士過來想要解下方的 但是這裡村民人肉卡位 擋住了騎士第一波的衝鋒 但是後來又拉到了後方 去修禮城堡 這棟巨頭應該是修不太起來 巨頭被拆掉了一點小虧 Mintrest這邊也看似產出自己的老鷹 但城堡可能會有點危險 這個時間點要修回來有點困難 這邊也是拉了一些老鷹到了前線作戰 拆掉了巨頭還不錯 上方這棟城堡有機會守下嗎 但是Mintrest這邊經濟有點慘了 因為巨型頭司機很貴 沒有辦法再補下第三台第四台了 三台按完之後就倒了 Mintrest這邊勉強也擠出了一台 Mintrest這邊勉強也擠出了一台 Mintrest這邊賣掉了 騎士要上前衝鋒了 但是衝鋒前的正方 是有縱裝長槍兵等著他的 但是手指甲騎士 騎士有抗槍兵的截面 哇應該錯一下騎士沒有扣太多 大概扣了1.5分 有這個獎房了 10分之1.5 數學系的要發瘋了 老鷹直接往前衝 這邊衝駁 稍微打個分隊 開始到處燒了 老鷹這邊就要全力進攻這棟城堡了 既然上方失守 就要全力防守這塊區域 這裡補下了三級的 三級攻 果然西西這邊轉出了薩基特衛兵 薩基特衛兵出身 就有這個雙防三防的效果 非常坦 點完之後 進防7 遠防8 基本上跟遊俠差不多 就把它搶成是走路版的遊俠裝甲 而且血量還蠻多的 我都把它衝為坦克步兵 超級坦 而且重點是薩基特衛兵 這個造價也蠻便宜的 不像遊俠這麼貴 跟遊俠比起來的話 這邊看起來是要棄手城堡 MIP終於收復了 右邊的領土 這個石頭可以再回來挖一下 這裡有些清奇兵走過來 騷擾一下 MIP在後方也是拿鷹刺頭去打 結果有薩基特衛兵 擋了回去 那老鷹跟薩基特衛兵互打 通常是薩基特衛兵會贏 所以老鷹的用途 就是不適合打近戰單位 其他東西都能打 什麼老鷹 什麼老頭啊 弓兵啊 馬弓喔 其實都可以了 就是遇到騎士跟步兵喔 老鷹就不太行 這邊按了幾隻槍隊長 但是轉出了更多的頭死手 他要轉出薩基特衛兵 所以馬上趕快轉 唉唷 這邊居然開門了 無三桂事件 放敵軍出來打 哇 MIP這一波死傷有點慘重 左邊這個騎士打得很開心 但MIP沒有收村喔 這因為 離了這個城市中心太遠了 這邊直接把槍兵的極力點是在這邊 然後專心去打正面的部分 這邊不能失誤喔 這裡已經沒有了城堡 所以不能再失誤了 再失誤下去可能會有點危險 西西這邊點下了第一次十字軍東征 這個十字軍東征 可以讓他馬上產出大量的薩基特衛兵 補習自己的戰力 這裡本下輪軸技術 這個手推車跟輪跟技術才對 輪跟技術才對 後方槍兵應該戒掉了 高打敵 三隻戒掉 沒問題 目前看到西西人 這邊決定要來打一個超強的薩基特衛隊 步兵爆囉 42隻 這個數量有點猛 鷹家人這邊呢 則是點下了一些投石手之後 然後轉出了更多的老鷹 我們看這個投石手打步兵額外增傷 其實有點痛喔 呼 一發一隻 好 投石有點猛 但投石手有點害怕老鷹喔 不是老鷹啊 這個騎士 但是騎士又怕槍隊長 還有這個重裝長槍兵 這裡補下級兵 好投石手第一時間 恭喜後面薩基特衛兵 稍微拉打一下 Poke一下對方的步兵數量 但是正面打不贏喔 這邊因打過來 麥粉會打輸 投石手的數量還不夠多 這一波的疾兵也只能稍微扛一下 但還好西西這時候沒有點下三攻喔 如果有三攻的話 麥粉會更慘 這邊三攻有點難點 這邊繼續高打低 投石手傷害非常高 而且投石手也可以吃到拇指環的效果 攻擊速度非常快速 而且更精準 左邊這邊的VIP偷偷蓋了三棟軍營 跟三個射箭場 開始要來潛壓軍事了 雖然這邊這棟城堡沒有解掉很可惜 但這邊也不用勉強 這邊打一個雙線 讓對方沒有辦法好好的運營喔 而且打分 打這個 分隊還有個好處喔 讓對方正面偶爾可以分心喔 只要一分心的話 正面對方就有可能會打輸 那西西里人這邊看到投石手 直接轉出了戰毛兵的升級 二級射 還有再補下一棟巨頭 這個巨頭是要來拆左邊這棟城堡的樣子喔 好 這邊開拆 上方老鷹 直接殺進去了 但是西西里人家裡 並沒有夠多的單位可以抵抗 但還好 MIPER這邊的佩兵組成喔 只要用薩金特衛兵 我就可以打贏了 是沒有問題的 這邊幾兵上前一戳 直接一戳掉 現在有三攻 幾兵傷害其實很高 一直有十攻的傷害喔 錯一下是十滴血 巨頭的話是有兩防 所以是一下八滴 好 這邊七十兵上來想要撿巨頭 但是後面有幾兵等著 這裡猜巨頭失敗了 自己的城堡殞弱 右方的城堡 薩金特衛兵過來圖個一波 但是看到城堡 選擇撤退 槍隊長也是少量出來抵抗一下 頭手再過來防守 右邊幾兵也在戳 家裡已經補下一棟城堡 所以應該可以稍微鎖住右半邊這邊的農田 但左邊這裡就會有點危險喔 而且左邊村民有夠多喔 好 這邊薩金特衛兵果然 靠著一己之力反推了回去 還補下了一根城樓 那薩金特衛兵是可以蓋 唯一可以蓋建築物的軍事單位 這也是他的特色之一 好 這時候點下了工會制度 稍微要來買賣一下 願金完全斷金了 金礦工是0 但還好他的生物蠻多的 三個生物 產個環境應該還是沒有問題 好 艾伯這邊補下了更多的級兵 還有少量的投尸手 開始繼續前壓 那西西這邊雖然還有黃金 但現在要打出優勢的話 其實有點困難 如果打強弩的話 沒有母子環 又很容易被印加人的戰毛給打回去 而且又有食物減免 那如果打槍兵的話 或是打步兵 我覺得步兵應該是最適合 現階段來說 但步兵又會遇到投尸手的問題 所以西西雖然這個階段是非常難受的 要打贏有點困難 喔這回黃金也被 壓制住 薩金特衛兵過來 直接被暴打一波 明確實這邊打出了GG 嗯對 這裡確實是沒得打了 來破這個配兵組成 西西雖然出什麼都不太對了 如果在早點的時刻 西西雖然還可以出重頭 去硬砸這個投尸手 因為西西雖然他算是 投尸器有蠻強的文明 但這個東西需要大量的黃金 而且要在中期的時候就要轉出 後期基本上 你升上去也沒有資源可以出了 所以後期只能打這個薩金特衛兵 去擋正面 但是後面的投尸手就很難解決 可能要出戰毛兵檔 才有可能擋下來 這個打法也要牽扯到後面的一些經濟的問題 所以明確實這邊可能覺得自己吸用不大吧 畢竟這一塊金龍又被BIPER搶了回去 相當崩潰 這個金融沒有拿回來 讓他沒有辦法打後期 這塊石頭也沒有挖乾淨 好 那來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由BIPER拿下木頭的勝略 拿下1萬木 食物是大約輸了3000 冷接受 因為吸吸引人本來就是打步兵跟騎士 肉量本來就需要多一點 黃金上來說是BIPER引了一系 但BIPER把自己的黃金先挖乾了 1144444 這個黃金量非常多 兩邊的支援量其實是差不多的 但我覺得最大問題應該是這個手推車 太晚點了 這個輪根制度沒有點是沒有差 但是這個手推車 時間差距有點遠 28到41分鐘 差了13分鐘之久 這個時間點BIPER的經濟就會突飛猛進 非常的好 好啦 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掰掰 掰掰 我們下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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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